佛说十善业道经,第一集,2000年4月21日新加坡进宗学会当明,19年1月4-001。 诸位同学,大家好。 昨天我们将感应篇讲圆满了。 感应篇,的文字虽然不长,古人会编着一些公案,因缘,也就是历史上许许多多感应的故事,搜集得非常丰富,有理论,有事实,如果详细的介绍,是永远说不尽的。 过去有很多感应的事实,现在更多,我们在中国,在外国,常常在报纸,在电视资讯里面,得到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的报道,这些报道确实增长了我们的信心,绝对不可以说,我们没有亲眼见到,我们就不承认。 过去李老师常常用比喻讲,他说,你的爸爸你见到了,你承认,你祖父你见到了,你的曾祖父,高祖父要是都没见到,那你都不承认了,哪有这种道理,我们见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以现在科学家来说,我们眼睛的功能很有限,所见到的光,光波只能在适合的波度我们能看到,比我们能见光波长的光波我们见不到,短波也见不到。 但是今天用科学仪器去测量,确确实实有长波,有短波,有我们见不到的,见不到不能说它不存在,见不到不能说它不是事实,这就属于迷信,这是属于武断。 佛氏非常讲求科学的,它让我们去证明,宇宙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事实。 今天科学家知道空间有不同的维次,我们常常听讲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度的,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就见不到,就无法接触。 科学家了解这个事实,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但是怎么突破,现在技术上还做不到。 对约,佛家做到了,有许多高级的宗教做到了,它为什么做到,它知道不同空间为次的来源,原因,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维次的空间,它知道,怎么造成的。 请看,是由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空间为次是无量无边的。 知道它的根源,如果把这个根源消除,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佛家用禅定的方法,让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于是不同维次空间突破了。 你放下的越多,突破的层次越大,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神通,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就这么回事情。 心越清静,你能够接触的境界就越广大,妄念越多,烦恼越多,你的圈圈就越小,你就无有方法突破。 我们人住在三维空间里面,四维空间他决定没有分。 佛懂得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现象是怎么来的,所以他有方法,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那是讲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 修什么?全是修禅定。换句话说,全都是消除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恢复我们的真心。 真心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魔所不知,魔所不能。 这个话是真的,不玄,有很清晰明白的理论依据,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所以诸位同修道词的来参学,最重要的就是从佛法里面学的放下,看破,放下。 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的根,这个根本的错误,我常常讲好像数的根本烂掉了,那还有救吗? 佛说十善业道经,一十四集,我们的真心本性怎么会烂掉,怎么会坏掉,染上了自私自利,这就完了。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真心是什么样子。 经论里讲的太多了,真心里面。 换句话说,没有妄念的心就是真心,有妄念的心就是妄心,妄心。 精隐身,妄念的心。 妄念是什么? 妄念。 妄念. 妄念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我执其心动念是我,我的利益。 故事公企 PhD 十六集,跟我学到你。 切心深烊跚慎神之ieten海。 你orge 严重。 没有别人 我听很多人说 夫妻两个都有秘密 有一次 有一位在此的很有名的 我们谈唐晨 那个事情 他是那边一个老板 看到我们 佛教居士林 这样谈成公开 他很佩服 他跟他太太就有秘密 他有多少钱 太太不知道 太太有多少钱 他也不知道 这个我值还得了吗 真的只有我 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 他都不相信 这个世间有可靠的人 一生不敢跟人说真话 你说这种人生活在世间 多么可怜 这是佛经理讲 可怜悯者 哪里像我们学佛的人 心里没事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对待任何一个人都坦诚公开 没有私毫秘密 所以头一个要学佛想成就 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清静阿弥陀佛 如果你有私心 去不了 念佛念得再好 都去不了 为什么 佛说实善 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不但是善 最善 上善 上善人的俱乐部 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 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欢迎你去 那里的大众不欢迎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上善 是什么 诸位同学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你有自私自利 说实在话 你再大的福报 你的享受是一生 你这一生享尽了 没有了 舍弃自私自利 把念头转一转 一切为社会 为众生 这还不够大 佛菩萨那个心量 他不是为我们地球众生 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所以那个心量大 这个人才叫上善 首先把心量拓开 决定不为自己 不为自己的好处太多了 你们诸位同修冷静观察 细细思维 也看许多 也有出家人 为自己的 他们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不为自己的 我们这是不为自己的 每个星期都有两三个团到这里来看我 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我要是自私自利 你们决定不会到这来看我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 我转手就送掉了 一切为正法久住 正法是教化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一切好事里头 这是意义等好事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 社会要安定 世界要和平 一切众生要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互相尊重 互助合作 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家庭 怎样才能落实 政治做不到 武力也办不到 经济 科学技术都办不到 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看得很明白 能够办得到的只有教育 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生 他可以做国王 他知道这个事情政治不能解决 舍弃王位 经典里面记载 释迦佛年轻的时候 武艺超群 他可以做将军 做元帅 他也不搞这个 他知道这个不能解决问题 舍弃了 终身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 什么样的一个人 用现在的话说 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他干这个事情 而且善意物教学 他不收学费 他不取人家的供养 过最简单的生活 每天三九一波 清净自在 快乐无比 给我们做示范 当年在世 游学五印度 印度分五个区 那时都是小国 没有统会 跟中国周朝时候一样 周朝时候 我们在经上面到八百诸侯 就是八百多个小国 大的国 大概像现在一个县这那么大 小国 一个小村庄 村镇 小国 这些小国当然有矛盾 当然有冲突 当然有战争 释迦牟尼佛教学把这些都化解了 所以我们在书上看到 当时十六大国王都归依佛法 都依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这是他懂的 中国古圣先贤也懂这个道理 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 古老的中国提倡孝道 提倡师道 汉武帝制定国家教学的方针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育政策 汉武帝那个时候 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 佛法传到中国来是汉明帝 还在后养几代 后汉明帝汉武帝是前汉 这个政策根据 礼记里面 学记 实施的 学记 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 里面有两句话 建国君民 教学未先 诸位要知道 一个国家治乱关系在教育 你家庭兴衰关键也在教育 请看你这个家能不能兴 看你家的小孩 你做父母的要常常知道 你的小孩他想什么 他念什么 他说什么 他干什么 你要了解他 一切错误的要把他纠正 这是教育 诸位同学 最重要的 不可以存自私自立的心 要努力 要好学 学习里面最重要的是 德行 智慧 既能学成之后 为社会服务 父母从小要教 为国家服务 为全世界人类服务 这个伟大 那个愚痴的父母 为自己家庭赚钱 家庭享受 你要晓得 谚语说得好 一家保暖千家怨 你一家很富裕 你不照顾别人 别人都是你的冤亲债主 恨你入股 到你运衰的时候 群起而公知 你这个家就灭亡了 所以要不施恩德 自己有能力 有财富 不失贫穷的人 你这个家道永远不衰 为什么 贫穷人拥护你 你是好人 你肯帮助我们 我们希望你发大财 你发大财 我们沾光 各个人帮忙 你要不照顾别人 你发财 人家就恨你 你家失火了 他绝不来救火 烧得好 烧得好 你家里要被抢到 抢鞋的时候 他在旁边看 抢得好 该抢 都会变成这个现象 这是人之常情 一定要帮助别人 要帮助社会 我们帮助别人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别人帮助我们 不相帮助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我也遇到很多同参道友 甚至于一些老法师来问我 净空法师 我要跟你学习 我说 学什么 我有什么好学 我什么都没有 他说 你的法源书胜 你教教我 我说 这个很简单 不诗 你不诗法源就好 你不肯不诗 你哪来的法源 大家好 我们这几十年来 我在台上讲经 今年41年了 我们的录像带 录音带 现在做的光别 以及书本 我们后头版权页都是 欢迎翻印 绝对没有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决定没有这个字样 所以我们的东西流通到全世界 法源这么甚 假如我后头印上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源就完了 大家好 今天为什么在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很多同修告诉我 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两亿人 很保守的估计 什么原因 就是没有版权 大家欢喜流通 我们是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 你何必要版权 你要那个版权 你拿的几个钱 太有限了 我们没有版权 你看看这个人气多旺 我住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每个月都有从国外来的几百人来看我 来看我的租会带一点供养 钱太多了 比你版权收入不知道超过多少倍 这都是事实 我们拿这些钱做更多的东西 跟全世界各个地方结缘 所以钱多多做 钱少少做 没有钱最好了 没有钱我没有事 我可以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去领居 去读书 去念佛 那多快乐 所以现在搞得没有办法 你们送这么多钱来怎么办 我要想办法把它怎么用出去 很快把它用出去 这个东西绝不能留 才是古人讲的通货 像流水一样 一定要流通 大去大来 小去小来 不去就不来了 通货要流通才行 才不可以积 一积就错了 佛在经上讲 积才丧到 到就没有了 所以才不可以积 才一定要用 特别要帮助苦难的人 所以我们多做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的事情 这是真实功德 你这一生没有白来 你没有白过 诸位到此的来 最重要的是 自私自立 放下 灵文立养 放下 贪甜吃慢 放下 只要把这十二个字放下 你学佛你就决定能成佛 你学佛不能成佛 这十二个字当中总有几个字没放下 造成障碍 大家好 佛菩萨之所以能成佛菩萨 他这十二字完全没有了 学佛 大家听说诸佛菩萨成愿再来 什么叫成愿再来 我们如果发个愿 愿力超过我们的业力 我们现在就成愿再来了 佛菩萨是什么愿 我们知道 佛菩萨硬化在这个世间 这个身体是为大众服务的 不是为续集 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 念念是为我的 为我事业力 身体不是我的 身体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 那你就是成愿再来 你跟佛菩萨没有两样 所谓凡夫跟佛只在一念之差 一念谜 谜什么 谜这个身是我 一切都为我 谜 佛菩萨硬 硬的是什么 身体不是我 身体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 尽量发挥这个工具 为一切众生造福 就这么一个念头 转过来 凡夫成佛了 不为自己 自己的福报 无量无边 智慧无量无边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与们学佛在这一身当中肯定成就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今天居是灵佛说十善业道经 第一集 2000年4月21日新加坡进宗学会荡名 19年1月4-01 2011年6月8 诸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好 昨天我们将感应篇讲圆满了 感应篇的文字虽然不长 古人会编着一些公案 因缘 也就是历史上许许多多感应的故事 搜集的非常丰富 有理论 有事实 如果详细的介绍 是永远说不尽的 过去有很多感应的事实 现在更多 我们在中国 在外国 常常在报纸 在电视资讯里面 得到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的报道 这些报道确实增长了我们的信心 绝对不可以说 我们没有亲眼见到 我们就不承认 过去李老师常常用比喻讲 他说 你的爸爸你见到了 你承认 你祖父你见到了 你的曾祖父 高祖父要是都没见到 那你都不承认了 哪有这种道理 我们见不到的事情太多 太多了 以现在科学家来说 我们眼睛的功能很有限 所见到的光 光波只能在适合的波度 我们能看到 比我们能见光波 长的光波我们见不到 短波也见不到 但是今天用科学仪器去测量 却确实实有长波 有短波 有我们见不到的 见不到不能说它不存在 见不到不能说它不是事实 这就属于迷信 这是属于劲端 佛是非常讲求科学的 它让我们去证明 宇宙之大 无其不有 这是事实 今天科学家知道空间有不同的为次 我们常常听讲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度的 不同为次的空间 我们就见不到 就无法接触 科学家了解这个事实 确实有不同为次空间存在 但是怎么突破 现在技术上还做不到 佛家做到了 有许多高级的宗教做到了 它为什么做到 它知道不同空间为次的来源 原因 为什么会造成不同为次的空间 它知道 怎么造成的 是由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 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 所以空间为次是无量无边的 知道它的根源 如果把这个根源消除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佛家用禅定的方法 让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 于是不同为次空间突破了 你放下的越多 突破的层次越大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神通 中国人讲特异功能 就这么回事情 心越清静 你能够接触的境界就越广大 妄念越多 烦恼越多 你的圈圈就越小 你就无有方法突破 我们人住在三维空间里面 四维空间 他决定没有分 佛懂得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现象是怎么来的 所以他有方法 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 那是讲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修什么 全是修禅定 换句话说 全都是消除我们的妄想 分别执着 恢复我们的真心 真心是 星包太虚 亮周杀戒 魔所不知 魔所不能 这个话是真的 不玄 有很清晰明白的理论依据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所以诸位同修到此的来参学 最重要的就是从佛法里面学的放下 探破 放下 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们的根 这个根本的错误 我常常讲好像树的根本烂掉了 那还有救吗 根本是什么 真心 本性 我们的真心 本性怎么会烂掉 怎么会坏掉 染上了自私自利 这就完了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真心是什么样子 诸位同学 经论里讲的太多了 真心里面 换句话说 没有妄念的心就是真心 有妄念的心就是妄心 妄心 妄是什么 妄念 妄念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我 知其心动念是 我 我的利益 这就完了 你这个圈圈画的太小 只有我 都没有别人 我听很多人说 夫妻两个都有秘密 有一次 有一位在此的很有名的 我们谈 唐晨 那个事情 他是那边一个老板 看到我们 佛教居士林 这样坦诚公开 他很佩服 他跟他太太就有秘密 他有多少钱 太太不知道 太太有多少钱 他也不知道 这个我值还得了吗 真的只有我 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 他都不相信这个世间有可靠的人 一生不敢跟人说真话 你说这种人生活在世间多么可怜 这是佛经理讲可怜悯者 哪里像我们学佛的人 心里没事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对待任何一个人都坦诚公开 没有丝毫密 所以头一个要学佛想成就 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心尽阿弥陀佛 如果你有私心去不了 念佛念得再好都去不了 为什么 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不但是善 最善 上善 上善人的俱乐部 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 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欢迎你去 那里的大众不欢迎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诸上善 大家好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你有自私自利 说实在话 你再大的福报 与的享受是一生 你这一生享尽了 没有了 舍弃自私自利 把念头转一转 一切为社会 为众生 这还不够大 佛菩萨那个心量 他不是为我们地球众生 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所以那个心量大 这个人才叫上善 首先把心量拓开 决定不为自己 不为自己的好处太多了 你们诸位同修冷静观察 细细思维 你看许多 也有出家人为自己的 他们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不为自己的 我们这是不为自己的 每个星期都有两三个团 到这里来看我 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我要是自私自利 你们决定不会到这里来看我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 居士林静综学会 没有自私自利 一切公开 你们供养我的钱 我转手就过去了 李牧原居士手不摸钱的 你对于居士林任何供养 即使是支票 他也叫别人收 他自己不收的 对这个东西害怕 你们交给我 我转手就送掉了 一切为正法久住 正法式教化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一切好事里头 这是第一等好事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 社会要安定 世界要和平 一切众生要和睦相处 等对待 互相尊重 互助合作 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家庭 怎样才能落实 政治做不到 武力也办不到 经济 科学 技术都办不到 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看得很明白 能够办得到的只有教育 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生 他可以做国王 他知道这个事情政治不能解决 舍弃王位 经典里面记载 释迦佛年经的时候 武艺超群 他可以做将军 做元帅 他也不搞这个 他知道这个不能解决问题 舍弃了 终身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 什么样的一个人 用现在的话说 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他干这个事情 而且是义务教学 他不收学费 他不取人家的供养 或最简单的生活 每天三一一波 心静自在 快乐无比 给我们做示范 当年在世 游学五印度 印度分五个区 那时都是小国 没有统一 跟中国周朝时候一样 周朝时候 我们在经上念到八百诸侯 就是八百多个小国 大的国 大概像现在一个县这那么大 小国 一个小村庄 村镇 小国 这些小国当然有矛盾 当然有冲突 当然有战争 释迦牟尼佛教学法 这些都化解了 所以我们在书上看到 当时十六大国王都归依佛法 都依释迦牟尼佛做老师 这是他懂的 中国古圣先贤也懂这个道理 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 古老的中国提倡孝道 提倡师道 汉武帝制定国家教学的方针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育政策 汉武帝那个时候 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 佛法传到中国来是汉明帝 还在后明几代 后汉明帝 汉武帝是前汉 这个政策根据 离记 理念 学记 实施的 学记 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 里面有两句话 建国居民 教学未先 诸位要知道 一个国家治乱关系在教育 你家庭兴衰关键也在教育 你这个家能不能兴 看你家的小孩 你做父母的要常常知道 你的小孩他想什么 第一 他念什么 2001年 他说什么 他干什么 你要了解他 一切错误的要把他纠正 这是教育 大家好 最重要的不可以存自私自立的心 要努力 要好学 学习里面最重要的是德行 智慧 技能学成之后 为社会服务 父母从小要教 为国家服务 为全世界人类服务 这个伟大 那个愚痴的父母 为自己家庭赚钱 家庭享受 你要晓得 殿余说得好 一家保暖千家怨 你一家很富裕 你不照顾别人 别人都是你的冤亲债主 恨你入股 到你运衰的时候 群起而公知 你这个家就灭亡了 所以要不失恩德 自己有能力 有财富 不失贫穷的人 你这个家道永远不衰 为什么 贫穷人拥护你 你是好人 你肯帮助我们 我们希望你发大财 你发大财 我们沾光 各个人帮忙 你要不照顾别人 你发财 人家就恨你 你家失火了 他绝不来救火 烧得好 你家里要被抢到 一年二月十二日 他在旁边看 抢得好 该抢 都会变成这个现象 这是人之常情 一定要帮助别人 要帮助社会 我们帮助别人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别人帮助我们 互相帮助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我也遇到很多同参道友 甚至于一些老法师来问我 净空法师 我要跟你学习 我说 学什么 我有什么好学 我什么都没有 他说 你的法源殊胜 你教教我 我说 这个很简单 不识 你不识法源就好 你不肯不识 你哪来的法源 我们这几十年来 我在台上奖金 今年四十一年了 我们的录像带 录音带 现在做的光碟 以及书本 我们后头版权页都是 欢迎翻印 绝对没有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决定没有这个字样 所以我们的东西流通到全世界 法源这么甚 假如我后头印上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源就完了 今天为什么在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很多同修告诉我 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两亿人 很保守的估计 什么原因 就是没有版权 大家欢喜流通 我们是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 你何必要版权 你要那个版权 你拿的几个钱 太有限了 我们没有版权 你看看这个人气多望 我住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每个月都有从国外来的几百人来看我 来看我的都会带一点供养 钱太多了 比你版权收入不知道超过多少倍 这都是事实 我们拿这些钱做更多的东西 跟全世界各个地方结缘 所以钱多多做 钱少少做 没有钱最好了 没有钱我没有事 我可以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去隐居 去读书 去念佛 那多快乐 所以现在搞得没有办法 你们送这么多钱来怎么办 我要想办法把它怎么用出去 很快把它用出去 这个东西绝不能留 才是古人讲的通货 像流水一样 一定要流通 大去大来 小去小来 不去就不来了 通货要流通才行 才不可以积 一积就错了 佛在经上讲 积才丧到 就没有了 所以才不可以 才一定要用 特别要帮助苦难的人 所以我们多做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的事情 这是真实功德 你这一生没有白来 你没有白过 诸位到此的来 最重要的是 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养 放下贪甜吃慢 放下 只要把这十二个字放下 你学佛你就决定能成佛 你学佛不能成佛 这十二个字当中 总有几个字没放下 造成障碍 佛菩萨之所以能成佛菩萨 他这十二字完全没有了 学佛 大家听说诸佛菩萨成愿再来 什么叫成愿再来 我们如果发个愿 愿力超过我们的业力 我们现在就成愿再来了 佛菩萨是什么愿 我们知道 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 这个身体是为大众服务的 不是为自己 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 念念是为我的 为我事业力 身体不是我的 身体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 那你就是成愿再来 你跟佛菩萨没有两样 所谓凡夫跟佛指在一念之差 一念明 你什么 你这个身是我 一切都为我 你 佛菩萨觉 觉的是什么 身体不是我 身体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 尽量发挥这个工具 为一切众生造福 就这么一个念头 转过来 反复成佛了 不为自己 自己的福报无量无边 智慧无量无边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你们学佛在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佛说十善业到今 第一集 2000年4月21日 新加坡进宗学会当于 19年1月4-001 佛说十善业到今 第143集 2001年3月27日 新加坡进宗学会当明 19年1月4-01 古人会编这一些公案 因缘 也就是历史上许许多多感应的故事 搜集的非常丰富 有理论 有事实 如果详细的介绍 是永远说不定的 过去有很多感应的事实 现在更多 我们在中国 在外国 常常在报纸 在电视资讯里面 得到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的报道 这些报道确实增长了我们的信心 绝对不可以说 我们没有亲眼见到 我们就不承认 过去李老师常常用比喻讲 他说 你的爸爸你见到了 你承认 你祖父你见到了 你的曾祖父 高祖父要是都没见到 那你都不承认了 哪有这种道理 我们见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以现在科学家来说 我们眼睛的功能很有限 所见到的光 光波只能在适合的波度 我们能看到 比我们能见光波 长的光波我们见不到 短波也见不到 但是今天用科学仪器去测量 确确实实有长波 有短波 有我们见不到的 见不到不能说它不存在 见不到不能说它不是事实 这就属于迷信 这是属于武断 佛是非常讲求科学的 它让我们去证明宇宙之大 无奇不有 这是事实 今天科学家知道空间有不同的维次 我们常常听讲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度的 不同维次的空间 我们就见不到 就无法接触 科学家了解这个事实 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 但是怎么突破 现在技术上还做不到 佛家做到了 有许多高级的宗教做到了 他为什么做到 他知道不同空间为次的来源 原因 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维次的空间 他知道 怎么造成的 是由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 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一边 所以空间为次是无量无边的 知道它的根源 如果把这个根源消除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佛家用禅定的方法 让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 于是不同维次空间突破了 你放下的越多 突破的层次越大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神通 中国人讲特异功能 就这么回事情 心越清静 你能够接触的境界就越广大 妄念越多 烦恼越多 你的圈圈就越小 你就无有方法突破 我们人住在三维空间里面 四维空间 他决定没有分 佛懂得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现象是怎么来的 所以他有方法 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 那是讲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修什么 全是修禅定 换句话说 全都是消除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恢复我们的真心 真心是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磨索不知 磨索不能 这个话是真的 昨天有很清晰明白的理论依据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所以诸位同修到此的来参学 最重要的就是从佛法里面学的放下 看破 放下 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们的根 这个根本的错误 我常常讲 好像数的根本烂掉了 那还有救吗 根本是什么 真心 本性 我们的真心 本性怎么会烂掉 怎么会坏掉 染上了自私自利 这就完了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真心是什么样子 经论里讲的太多了 真心理念 换句话说 没有妄念的心就是真心 有妄念的心就是妄心 妄心 妄是什么 妄念 妄念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我执 起心动念是 我 我的利益 这就完了 你这个圈圈化的太小 只有我都没有别人 我听很多人说 夫妻两个都有秘密 大根大本 不仅是加木尼佛教化众生 是依这个根本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 无不依此时善大地 建立一切佛法 换来 换来 感谢观看